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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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量寿经 请大家先开注解五百九十六页 五百九十六页 请看第六页 但因着眼于此云时节 正是为仇怨度生 示现之事相 此乃一期应激之全说 这段话呢 是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 首先就讲到 但因着眼啊 也就是说 我们应当呢 要去仔细地观察 因为经文里面讲到 一个时间概念嘛 多长呢 时节 就拿释迦牟尼佛来说 他老人家 这一次又来到我们世间 试现成佛 是三千多年之前 诸诗七十九年 讲经四十九年 阿弥陀佛 目前在极乐世界 试现成佛 距离我们现在十几的时间 这是一般人呢 有在那个概念 而实际上 释迦牟尼佛成佛多久 五两节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同样的嘛 阿弥陀佛成佛又是多久 他也是五两节之前就成久的 所以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度众生 他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把所有的烦恼 那些烦恼的烦恼全都断掉 这当然也包括那些法神大事 他们是三种烦恼都没有了 可是还残留着 无始无明的习经没有破 要把这些烦恼断掉 时间也挺久的 按照一般通途的说法 在诸佛如来 时报图要断 五十五名习经 需要三大阿神奇迹 就像华藏世界一样 可是在极乐世界呢 不需要这么久 时间是大大的缩短 等到他无始无明的习气 消除干净了 他就离开识报图 就进入到长极光景度 他就圆满成佛了 成佛呢 《环经》上讲 他也被称为妙诀如来 那是真正的无量寿 所以我们升到基督世界啊 由最初的有量的无量寿 到最后呢 你就证得无量的无量寿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每一个大众 升到基督世界啊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 都能够得到 只要升到那边 不管您是什么土的 不管您是什么品位往生的 全都是圆正三不退 这不得了啊 那换句话说 您只要到达基督世界 只有进步 不会退转的 大家想想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修行 容不容易退步啊 大家自己试一下嘛 是不是啊 不用很长时间 就是一天好了 今天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 那明天你就算一下 从醒来到晚上睡觉之前 这十几个小时 如果不用功 我们会不会忽视乱想啊 肯定会嘛 我们一天都把持不住啊 所以呢 阿弥陀佛对我们很慈悲 知道我们众生烦恼重 善根 很薄弱 所以呢 帮助我们大家 升到基督世界之后 让我们在那边呢 每天安心用功办到 所谓的日日行 又日行 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讲的话 您只有前进 这些东西不会退转的 所以啊 知道这个好处 我们应当要向往西方净土才是 在此地呢 告诉我们一个实话 其实阿弥陀佛啊 并不是十节之前才成佛的 那是方便说 真实说呢 就是底下说讲的 若究其实 如果您要去探究他的真相的话 这弥陀使久亦成佛 其实这个话呢 可以套用在很多佛菩萨身上 就拿观音菩萨来说好了 观音菩萨是不是久亦成佛 是 普香菩萨的 文书菩萨的 都是如此的 这里 以阿弥陀佛为例子 弥陀即大日如来 已见于上所引证之 大圣立言经 我们在前面呢看到 所引用的 大圣立言经里面的说法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是 九远节之前 神就已经成道了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一次阿弥陀佛在极多世纪也是实现的 你看 前面经文就介绍了 他也实现一个人 人 是扰王 然后呢出家 法藏比丘 最后呢 法藏菩萨 然后呢成佛了 在极多世纪 在极多世纪 他这一次的佛号 叫做阿弥陀佛 曾经有同修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极多世纪阿弥陀佛是不是永远都在那边一直做佛呢 不是的 总有一天呢 阿弥陀佛在极多世纪 他也会呢 入班尼盘 那他走了之后 是不是那个世界之后就没有新的佛呢 那个世界很特殊 阿弥陀佛早上入班尼盘 观世音菩萨 接着就宣布成佛 所以他那个世界好啊 他是一尊佛接着一尊佛 这个当中没有间断的 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 他这个法院很短 一万二千年 可是等到这个法院过去之后啊 我们这个时间想要再听闻到佛法 那要等很久 多长时间了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才有 第五尊佛再来呀 所以这个当中啊 就出现了很大的空档 也就是说 大家不能够啊 连续的 清净 释迦牟尼佛 清净其他诸佛而来 不像在极多世纪啊 一直都有佛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真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入斑天盘之后 观世音菩萨接着成佛 第二尊佛 教化众生 那个产生的效果 又超过了阿弥陀佛 有人就觉得很好奇啊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步步高升啊 是不是 因为前面阿弥陀佛 已经给观世音菩萨打下很好的基础嘛 那个功德累积的厚啊 观世音菩萨呢 好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然他就怎么样 成就更加殊胜 还有 那观世音菩萨以后入斑铁盘 接着大士士菩萨又称佛 那大士士菩萨那时候度众生的盛况 又超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基础世界好啊 为什么 越来越兴旺 越来越旺盛啊 所以我们应该呢 要求生西方净土才是 这个世界没意思 真的是很苦 底下呢 给我们呢 举了三个例子 来做证明 知更引三证 至于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是 九云节之前就成佛了 我们会看底下 念老所引用的三个 实力 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是法华经 画成玉品 这是法华经里面的一段开始 里面讲 来往过去 这个往呢 就是以前 这是回忆以前的事情了 无量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生起劫 这个时间久不久 如果用我们现在 所谓的超级计算机 能不能够算出这个时间 算不出来 很久很久以前 尔时有佛名大通至圣如来 有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 这讲以前呢 有一尊佛 德号是大通至圣如来 你看这个名号多好啊 那这尊佛没有出家之前呢 他有十六个王子 那换句话说 大通至圣如来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的 国王啊 跟法藏菩萨一样嘛 都是王族啊 二十十六王子 借童子出家 而为沙弥 大通至圣如来 这十六个王子呢 很年轻 就出家了 这是一般佛门常讲 沙弥 释迦牟尼佛讲 我今欲儒 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儒呢 就是参加法华会 这些位上的这些现场的听众 有菩萨 有声闻 有圆觉 有天龙 八部鬼神等等 还有人 佛就告诉大家 比佛弟子十六三米 今皆得阿六多诺三妙三菩提 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 哎呀 这个大通至圣如来很了不起啊 他不但自己成佛 他的儿子怎么样 也都做佛了 他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都在各自有缘的佛察 现在说法了 你看佛的工作是做什么 就是讲经说法 就是讲经说法 下面再来具体说 西方二佛 这是讲我们娑婆世界的西边 一名阿弥陀 库虎里面说 是第九子 排行第九 第十六 我 释迦牟尼佛 于娑婆国土 呈阿六多诺三妙三菩提 所以就辈分上来说呢 阿弥陀佛在兄弟当中排行第九 释迦牟尼佛呢 是老妖 最小的弟弟 所以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哥哥 释迦成佛以来 已无量劫 你看啊 不但阿弥陀佛是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呢 也是故佛再来啊 人家是故佛再来 我们是什么再来的 我们很可怜 我们是古人再来 这六道里面轮回太久了 如法华还是法华经里面的 如法华寿量品云 二十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 今当分明宣欲如等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佛是对哪些听众说呢 大菩萨 大菩萨众诸善男子 佛还叫他们善男子 这个善男子了不起啊 那至少是做到 进三佛 第二佛 不但是做到第一佛 至少也是做到第二佛 那大菩萨呢 当然是第三佛也做到的嘛 所以这个标准很高 是诸世界若着异 若着微尘 即不着者 即以为尘 一尘一劫 这就让我们去想象一下 这个时间到底多久 诸世界 是讲十方诸佛察徒 一般我们常说 这茫茫宇宙啊 这么多的星球啊 若着微尘 着是执着 世界怎么来的呢 是微尘聚集而来的 即不着者 那有没有不执着的呢 当然也有 就让我们这个 朔博世界众生来讲 我们大家 左不左向 特别左向 人很左向 但是也有 境界高的众生呢 他左向呢 比较轻 比如说 这个六道里面的四空天 他这个反而就轻多了 他是只有神识 没有呢 射相 所以他也叫做 无射界 因此讲到五蕴呢 他是没有圣 他是只有受相行识 是 尽以为尘 这是说把这么多的事件呢 想象一下 把它磨 磨成什么 磨碎了 像微尘一样 一尘一劫 一地微尘呢 就好像一一劫也 那多少个微尘呢 这不计其数啊 我成佛以来 富过于此 百千万亿 那由他阿生起劫 光是这个宇宙的微尘 就没办法计算 而世尊又说呢 他成佛的时间 又远远超过 百千万亿 那由他阿生起劫 这个真的是我们凡夫 没办法想象的 所以呢 佛成道啊 的的确确是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说法 其实也是随着我们众生的知见而讲 很久很久之前 而实际上 对佛来说 有没有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概念 没有 那说以前很久很久 那说以后呢 很久很久之后 那这个当中还有现在吗 这不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咯 凡夫总是这样认为的 在佛来讲 没有时间 当然也没有空间 所以极乐世界再远 十万亿佛国度 在释迦摩的佛来看 就在当下 没有去来嘛 没有古今嘛 这是明心见性的人 他就入在那个境界 有如来见诸众生 药与小法 的确呢 佛有这个五眼 他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 就看到有一些众生啊 药与小法 这个乐毒药 这个因 也是爱好 大家喜欢呢 小圣法 根性并不高啊 得不够重者 你看 许多众生啊 德行不够啊 很薄弱啊 同时呢 他用够重 就是他的烦恼很重 一般人常说 业障深重啊 为是人说 那佛对这样的听众 就说什么呢 我少出家 得阿六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就是佛的方便说 那真实说呢 就是前面说讲的 无量节 无量节之前 早就成佛了 在这里啊 我们要特别注意佛说讲的话 德不够重 我们细细去思量一下 我们属不属于这一类的人 那如果德不够 业障又重 烦恼又多 该怎么办呢 这就要密集的 天天都要熏修佛法 真的 一天都不能够放假 一天都不能够松懈啊 您可不要以为说 佛菩萨不在身边 老师傅在旁边 我就可以 懒散一点 不可以的 应当要精进尘释 然我始成佛以来久远若思 这是讲的真话 所以释迦国的佛成佛呢 其实是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经做佛了 但以方便教化众生 领入佛道 做如是说 你看佛的确是有大智慧啊 有真实说 有适合我们程度的方便说嘛 因为我们得不够重 所以呢就要有方便的说法 因为这样子讲啊 我们听了才会很欢喜 我们听了之后呢 就觉得不深不难 我能够学习 这样子就会让我们呢 产生了信心 真的学习佛法 信心第一重要啊 这师尊在环境上讲 信为道源功德目 掌养一切诸善根 那么讲到方便度众生 哪一部经典是最方便我们大家 在末法时期修学的呢 其实不但是在末法时期方便修学 在正法时期 向法时期也是这样子 哪一部经典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教我们大家修学哪一个法门呢 净土法门 所以这个法门呢 是三个时代 都适合大家 来修学的 下面呢是方便说 释迦与印度成佛 成佛以来余今二千余年 这种说法呢是黄殿岛啊 随顺其他国家的看法 因为其他国家 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成道呢 超过两千五百五十年 这是外国人的算法 那如果按照中国古大德的算法 就不一样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 释迦牟尼佛成道是多久之前呢 三千零五十年了 所以一般呢 在世尊成道的这一天呢 中国寺院道上 都会有一个法会 一般讲 普佛啊 不晓得大家参加过没有 普佛 这个做法呢就是纪念世尊 按照中国古书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诞生 是在中国周遭王二十四年 周遭的时候 甲银 您看这个记载就知道 从属相来说 释迦牟尼佛属什么 属老虎 属老虎的 他入班列盘呢 是在周遭王五十二年 所以呢 周遭王二十四年出生 周遭王五十二年 入眠 中国人记载这个时间年代啊 非常精确的 可以这样子讲啊 全世界记载历史的 我们中国人第一讲 按照这个说法呢 世尊入灭到现在三千零五十年 其实也蛮好记的 今年是二零二十四年嘛 入灭三千零五十年 你以后就这样子可以推算 是为方便知全巧事先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极乐世界 在娑婆世界实现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实现 都是方便说 真实说呢 就是法华经上所讲 故佛再来印画的 这是第一个证明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这是灵芝老法师 在弥陀经一书里面讲 嫩言 这是嫩言经 世智章 这是大师之菩萨念佛元通章里面的话 我亦往昔横河沙解 有佛出世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解 下面 准大本中 这个大本呢 就是指的无量寿经 即弥陀也 其以为 根据无量寿经 楞言经 楞言经里面所讲的 无量光如来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呢 大师之菩萨念佛元通章 所讲的十二如来 全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京经大本皆言十节 京经是阿弥陀经 大本是无量寿经 因为灵芝老法师他诅解阿弥陀经嘛 所以叫做京经 两个版本呢 都是讲的十节十节 乃是一期负极之说 不足为夷 所以上面这个说法 都是有根据的 我们不应该呢 怀疑 尚为灵之师 因楞言 横沙节前 有佛名 无量光 证明 弥陀 九亿成佛 世界只是全说 这就讲的很清楚吧 引用大师菩萨念佛元通章里面的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成佛 那是九亿节之前 就已经成道了 所以讲十节 那只是方便说 是全说 这是对我们初学而讲的 第三个证明 尖柱云 这是无量寿经尖柱 一 真宗之教义 这个真宗就是密宗 根据密宗的教义 则西方之阿弥陀 于胎藏界主政菩提之德 于金刚界主大智慧门 妙观察至之所成也 然则大日如来 成道之年结 不可说不可思议 以弥陀 这就告诉我们 大日如来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啊 原来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大日如来 只是不同的宗派啊 教法不一样 其实他们是同一尊佛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参考资料下册 七百七十三页 参考资料下册七百七十三页 大家找胎藏界 金刚界七百七百七十三 那悟陀佛的内容呢 跟参考资料里面呢 有点不一样 胎藏界 金刚界 是密中的两个支盘 两部曼陀罗 曼陀罗翻成中文就是道场 凡密教之法门 已分金胎之两部 故自建立二样之曼陀罗 把曼陀罗翻成中文呢 它有好几个意思 可以叫做坛 天坛的坛 也翻为道场 也翻为聚集 因为它是集合大众的场所 那这个场所 无论大小 在密中呢 都叫做坛城 此坛中聚集 聚足诸尊诸德 成一大法门 它用车轮来做比喻 在所有物质现象里面呢 你看那个车轮 不管是什么车轮 它是显示一个圆满的像 外面呢 这个轮 这是周 这是轮像 它那个当中呢 有个圆心 从圆心到圆周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福 大家不是常常开车吗 你看这个轮胎 有没有福 至少也有五六个 是不是 它才能够撑得起那个轮胎嘛 用这个呢 来比喻啊 曼陀罗 曼陀罗是圆满的 这里呢 共佛 共法 共生 共大众 在里面一起来学习 而此两步 随各自独立 为得成佛西地 这个西地啊 翻成中文就是成就的意思 大家呢 在这边修学 得逞成佛的西地法门 然密教 唯有全体上融会二则 故配之于理智因果等 以会二步为一双之法门 这个两步啊 就是金刚步 跟太障部 太障界 为属众生本具理性之法门 配于理 配于音 金刚界 为属诸佛始成果相之法门 配于智 配于果 他的陈列 他的陈列 太障曼陀罗在东边 金刚曼陀罗在西边 你看一东一西 为什么这样子呢 以东为物之发生之始 西为物之中规之意 自相应于因果之理故也 是为一印之说明 由于太障由理门成 金刚障由智蒙成就 而说其显密者 金刚为显 智显故 太障为密 理密故 第二种说法 太障为显 色显故 金刚为密 以心隐故 这两个意思啊 我们如果细细去体会呢 的确能够感受到他的意思 真的是很深 下面还有两个解释 太曼陀罗 太障界直言本经大日经 所以说诸总之曼陀罗 而根本之都会 谈曼陀罗 由十三大院而成 以大日为中心 凑合一切之佛菩萨诸天诸神者 但现曼陀罗 则省四大护院之一 而为十二大院 你看哦 这个密中的讲法 就比我们显教说的比较复杂 这个讲法呢 是根据大日经里面的 金曼陀罗 依金刚界密教本经 金刚顶经之所说 则有六种十种等之曼陀罗 献图曼陀罗中 凑合九种 称曼陀罗 在佛法里面呢 总的来讲呢 都离不开 绝正境 绝正境用佛法声来做代表 我们每天呢 都会做这个早晚课 会念 功练三规矣 佛代表觉 法代表正 生代表清静 修学的法门 无量无边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呢 最后入门是哪几个门 三个门 就好像我们这个讲堂一样 刚好我们这个讲堂就这样 我们的讲堂几个门呢 三个门是不是 一个正门 两个侧门 你只要进了讲堂 就相当于什么 你成佛了 那这三个门是哪三个门呢 绝门 正门 静门 像禅宗 信宗 就是走这个绝门 不过说实在话 走绝门那不容易啊 我们可不可以走绝门呢 你可以试一下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走进来 走绝门是什么根性的人 就是霍伦大师所讲 上上根人呢 那换句话说 上中 上下 这些众生 都没分 所以这个绝门难走啊 绝大多数人走的是哪一门呢 都是正门 也就是通过 严学经教 让自己呢 越来越具足 正直正间 走这个门的人很多 他是按部就班 有次第 逐步提升的 那还有一个门呢 叫做静门 我们进度中 我们进度中 还有密中 就是走这个进门 而进门 相比较 修进度法门成就 比密中 要简单 要简单 要稳当 成功率高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 修学尽忠啊 也是谨尊 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他包括呢 法华中 花言中 还有禅中 这是上上个人修的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今现在说法 今现在说法 底下解释 今现在说法 言今现在 则非过去与未来 直指当下 故云今现在 所以我们呢 学了佛之后啊 你要会说话了 真正懂得 教理教义的人啊 他对于时间概念 他怎么想呢 有没有过去 没有 有没有未来呢 也没有 应该怎么说呢 今现在嘛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 目前是现在 娑婆世界 阿弥陀佛呢 是现在极乐世界 那这个经文呢 是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现在佛 他的确是在极乐世界啊 他不是过去佛 也不是未来佛 他是现在佛 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 这句话太重要太重要了 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做什么事情呢 他是要给大家上课的 他不是在那边享福的 不是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 也是如此 三十岁 测悟了 然后就开始教学 教了四十九年 如果我们中国孔老父子也是这个样子 那就太好了 其实孔老父子开悟时间找不着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也是三十岁 但是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 孔老父子呢是想啊 找一个国王啊 当时诸侯嘛 找个诸侯能够收留他 让他当个宰相 因为他是立志要效法周公嘛 辅佐这些诸侯 做一番辉煌的事业 可惜的是没有人重用他 到那六十八岁 感觉到年老体弱了 算了 不再求官了 回到故乡就教学 他教了多久呢 五年 但是那个五年的效果非常殊胜 一直到现在 过了两千五百年 提到孔老父子 谁不佩服 都养不武啊 那如果孔老父子知道 他五年教学有这么大的效果 可能他早就改变主意 是不是啊 三十岁开始教嘛 那个效果也是蛮殊胜的 你看三十岁到七十三岁往生 四十三年的教学 也是蛮显著效果的 后面说 古音发愿往生 理尽听法 依法修行 素补佛威 这是在劝勉我们大家的 我们应当怎么样呢 接受释迦摩尼佛的全套 好好念佛 早一点升到西方净土 升到几多世纪啊 清净佛菩萨 清净十方诸佛而无来 这样子我们的进步 非常非常快速啊 所以无量寿经 清净的的的确确啊 把这个修行的理论 理论 还有方法 境界 事相等等 都告诉我们 他的经文呢 而且又分量不是很大 刚刚好 很适合我们 这个时代众生呢 来修学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 没有必要再去 学太多的经典 一部经 一个注解 就足够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 黄念老所编辑的这个注解 按照古人的说法 他叫世经论 什么意思呢 他是把经文呢 逐字逐句的来解释 那有的古大德注解经典呢 还有的菩萨也是这样子 他注解佛经呢 不是一字一句的来解释 他怎么样呢 他是综合来解释 比如说这一段经文呢 把他里面的重要的意思 把它写出来 这叫中经论 就像我们天天 基本上都会提到的 弦守国师所写的 修华严奥指望经还原观 那六段 这个解释啊 就是华严经的 综合性的来说明 所以他叫做中经论 他不是一字一句的来解释 那一字一句的解释 就是华严经书超 这是清凉果实的解释 下面呢是引用啊 清朝有个大德的看法 有彭济清 居士曰 不为二时 明为现在 二时 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 乃至于今 这个今呢就是现在 就是今天 以及厚厚无尽 其同名现在 以佛受无量也 这一个提醒 讲得好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佛的寿命是无量 那既然无量寿 哪里有什么过去 现在未来呢 不像我们呢 我们都是什么 说得不好一点 我们都是短命的 是不是 就是 就算您活上两百岁 短不短命呢 跟无量寿相比 不就是一坛子之间咯 更何况我们还活不到两百岁呢 能够活到一百岁 您就登报纸了 就上媒体了 听说前不久 澳洲有一个名人 一百多岁 网生了 哎呀还被媒体哦 宣传一下 假如媒体记者都知道 佛都是无量寿 那他怎么写文章 是不是 那内文又改了吗 故知此非三世千流至现在 而言厚厚无量 所以呢 这个金上所讲的现在啊 我们不能够把它看作是 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那个现在 那它是什么呢 我们再接着讲 只是常住 故永称现在 换句话说 只有现在 永远是现在 永远是现在 念念都是现在呀 你就不要再讲过去未来了 就讲现在就好了嘛 也就是说不要再分别了 那 且不论今后若干久远时间 他也在意,过上无量劫之后,多少劫之后 那如果有人看到经上所讲的经现在说法 一定要明白,那个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下 因为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一直都在讲经说法 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我们还要知道一点 就算是以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实现斑裂盘了 他走了,他离开极乐世界了 可是他又不会在别的世界实现佛生成佛呢? 当然也会啊 那就算他不实现佛生度众生 他可以实现别的生了 是不是?像我们中国,大家都所知道的 三个大事 有名言说大事 那就是阿弥陀佛在来了嘛 他可以变成人了 变成天了 也可以变成三个道众生 哪里有缘,哪里就有佛的化身呢? 所以佛讲经那是五两节都在一直说 不一定非要在一个世界一直讲不可 所以我们呢,明了这个真相之后 应该要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分别执着 都要放下 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要抓紧时间 认真念佛 求生净土 前几天呢 有同修啊 发给吴生一个信息 就说啊 他的一个亲戚啊 开车 可能就是发生了 汽车追尾 就是高速公路上面嘛 车子发生碰撞 连续五辆车子就蹦蹦蹦蹦 就撞在一块了 这个现象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看到 只有我们自己亲眼看到呢 只是两辆车子碰在一块 这个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过 那如果五辆车子撞在一起 那是很可怕的 你看高高兴兴出门 结果呢 发生了意外 幸好 这个同修他就说 幸好这五辆车子都没有人受伤啊 这个福报就太大了 是不是啊 所以人呢 一定要积德啊 一定要修福啊 不积德不修福啊 遇到这个灾祸的时候 那是没办法躲得过的 开车是这样子 坐飞机 坐船呢 甚至走路呢 没有福的时候 那个灾祸先前 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 突然就产生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一定要呢 福慧 双胸 我们要认真的 积工内的 要把自己的业障啊 尽快地化解掉 大家还记得吧 昨天一堂课当中 我们看到诸体当中 有一句话说 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消除无量劫的重罪啊 这个好处知道之后 我们念佛应当呢 越多越好 不要剪断 有时间就念了 那个杂心闲话了 尽量少说 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那就可以说 那个讲是非的 我们就不要讲 多念佛 多修功德 对自己有好处 对别人也有好处 这叫一举素德 希望我们用功啊 保持绵绵密密 不要中断 不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读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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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